Hallelujah! May the peace of the Lord Jesus be with you,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Thank God for the wonderful opportunity, and it's also a grace of God that I'm able to share the word of God with you. 感谢神给你这次机会,还有神的恩惠,让我能够在这里和各位分享。 I would like to use this topic, and it's also a question, what can I buy from God for our mutual encouragement? 我今天想和各位分享互相勉励的主题是,我可以买什么呢? And may the Lord guide our learning this afternoon. 愿神能够亲自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聚会。 Yeah, I would like to study the church in Laodicea. 今天我想和各位探讨的就是在老底家教会。 Yeah, what was their weaknesses, and how they can improve themselves before the second coming of our Lord Jesus? 我想和各位探讨是他们的软弱是什么,然后在神二世到来之前,他们能够做什么样的改变。 Yeah, and when our Lord Jesus comes, the bride will be lifted up to heaven to be with him forever. 当主耶稣二世来临的时候,新娘将在天上结上天国。 And that would be the end of the planet Earth. 那个时候就是这世界的终了。 这给老底家教会的讯息呢,也是同时讲给我们听的。 Yeah, we need to repent, correct our habit. 我们需要学的悔改,然后纠正我们不好的习惯。 Yeah, preparing ourselves accordingly to the teachings. 那我们需要准备好自己,然后我们所做的行为都要是根据主耶稣的教导。 Yeah, their weaknesses is also a lesson to learn, to correct, to able to know who we really are before God. 他们的软弱也可以用来当我们的借境,让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 Yes, and now let's go to Revelation chapter 17. 让我们翻开启示录第十七章。 Yeah, I'll read first. In the name of Jesus, we read the Bible. Verse 17, Revelation chapter 3, verse 17. 启示录第3章十七节。 For you say, I am rich, I have prospered, I need nothing, not realizing that you are wretched, pitiful, poor, blind, and naked. 十七说道,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Yeah. You see, this was a very bold statement to proclaim. 那这个言论其实是非常大胆的一个言论。 And that was the situation of the Laudation Church at that time. 其实这个描述当时老底家教会的情况。 Yeah, they say, I am rich, I have prospered, and I need nothing. 她们说道,我是富足的,我是兴盛的,我一样都不缺乏。 See, the Bible describes her as a lukewarm church, neither hot or cold. 圣经是怎么样形容老底家教会的。 它是温水,不冷,不热。 Yeah, why was that? 为什么他们是身处在那样的情况呢? 它本身的问题是因为老底家教会本身看待自己和神看待他们是有差距的。 You see, we sometimes say to others, ah, you don't understand me. 我们有时候会跟人家说,你不懂我。 Because we think we know ourselves. 你会这么说是因为我们以为我们知道自己。 Yeah, and s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ible, if you don't know God, you don't know yourself. 但是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你不认识神,你就不认识你自己。 See, for example, Peter. 那举个例来说,拿彼得来说。 Yeah, he proclaimed confidently to the Lord Jesus. 那他自己很有自信地和主耶稣声称。 Yeah, he says, Lord, I'm ready to go to prison to die with you. 他这么说的,他说,主啊,我已经准备好跟你去监狱,然后在那里准备死。 Yeah, but Lord Jesus says, you will deny me three times. 但主耶稣却和他说,你将要否认我三次。 为什么? 为什么主耶稣如此说? Yeah, it's because in the spiritual realm, Lord Jesus already saw, Satan wanted to test Peter. 因为主耶稣已经在灵界看到说,撒旦也要来测试彼得。 Yeah, hoping to bring him into a spiritual ruin. 魔鬼的诡计就是想要把彼得带进这个灵性方面的禅虚。 但主耶稣是这么和彼得说的,我已经为你祷告,希望你接下来不会在有灵命上面的失败。 所以这个经节是告诉我们,主耶稣那时候就已经知道彼得现状。 同时他也看到彼得将来所要的,面对的状况。 这么来说的话,主耶稣比彼得自己更认识彼得。 同样地来说,老底家教会他们也以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什么样。 他们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是富有的,我们是兴盛的,我无一缺乏。 他们是这么样认为的。 他们是怎么样到达这个地步的。 那有两个解释。 第一是他们身体的状态。 他们是非常富有的。 既然他们是富有的,他们生活的肯定是非常的富足。 他们拥有所有他们该游泳的东西。 导致于他们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 既然他们身体上面不需要任何天佳的东西。 他们也同等认为自己在灵性生活上面也无一缺乏。 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他们的灵性生活方面,可以同等我们像一些已经来教会很久的信徒。 我们会以为我们已经信主很久。 我们就很认识神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们读了福音和听诞诞,我们也认为我们的灵性知识是足够的。 因为我们以为自己常读经,自己常参与教会的聚会,我们会以为我们对灵性生活的知识是很充足的。 那你可能就会以此来看待自己。 但是神在看我们的时候呢,祂是看我们的内心。 祂会察觉我们的内心其实跟外表是有差距。 那我们来读一下,刚刚我们读经节十七章。 这样子清节的第二部分。 这里读到,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杀眼、赤身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不同的差距是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神如何看待我们自己。 所以当神看到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却是困苦、可怜、贫穷、杀眼和赤身的。 那在神的眼中呢,老底家教会的确有大的麻烦。 因为他们的信仰呢,不冷、不热。 就临界的角度来看呢,如果你的信仰是不冷也不热的话,你就无法看到你自己本身的问题。 那拿一个酗酒者来说的话,他们永远不会承认自己是一位酗酒的。 他们也从来不会承认他们本身有问题。 那神用这几个形容词来形容老底家教会都是非常不好的形容词。 如果神要用这些形容词来形容人或教会的话,那他们的确是非常的可怜。 但是最糟糕的是,他们本身尽不知道他们是这样的处境。 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处的处境也无法悔改。 导致他们无法来改变自己来把自己从这样的处境拉出。 我们只有从神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话,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的问题所在。 如此的话,我们才可以为我们设立目标。 如果一个信主的人,他的信仰本身是不冷又不热的话,那你就糟糕了。 我们所要用的话,就是要用灵性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主耶稣是如何看我们的。 So there is help, there is help. 那你还是有救的。 Let's look at verse 18. Continue verse 18. 让我们接下来看十八节。 Yeah, verse 18. 我劝你向我买火链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入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 See, God says here, I advise you to buy from me. 这里神说到,我劝你向我买。 Yeah, to buy something means you need to pay a price, and it is not free. 那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买个东西的话,你势必要付出一些代价,不是免费的。 Yeah, but God doesn't want our money. 当然神不是要我们的现金。 He wants us to work diligently for them. 神是要我们勤奋地为他努力做工。 Yeah, see, sometimes as a long-time believer, we have this kind of feeling inside us. 那有时候身为一个长期的信徒的话,我们总有某个感觉。 Yeah, we feel that we are very much contented with life. 我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对任何事都已经不想再追求了。 是我满足。 That's right. And for example, our worship, our service. 不管是崇拜或聚会。 Yeah. See, of course, these are very important factors to our religious teaching. 那这些活动呢,其实对我们宗教活动是非常重要的。 Yeah. But over the years, you see, our worship and our service, we took it for granted already. 有时候我们可能把我们的崇拜和聚会视为理所当然。 Yeah. Then our body is here, then our heart is somewhere else. 我们可能人在这儿,心却不在。 Yeah. So our worship and our prayer has become a more ritual formality, right? Yeah. 导致于我们的聚会或祷告变成一种形式. Yeah. And we don't know why we worship and why we pray. 最终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要聚会。 So if this is the case, we are no better than the members in the Laodicean Church. 如果你是身处在这种处境的话,我们的确是没有比Laodicean的信徒好到哪里去。 Yeah. And if we could only look at ourselves with a spiritual eyesight. 如果我们是可以用这个灵界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话。 And then we can see there's plenty of room for us to improve.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其实还有很多进步空间。 Yeah. And as we work diligently to make improve our spirituality, we are actually paying God with our labor. And this is what's called buying. 那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勤奋地为主做工。 所以我们可以这个称之为我们用我们的勤奋来和主耶稣买。 So there are three items that God advised us to buy from Him. 那在这里提到神劝我们说有三样东西我们可以向祂买。 Yeah. The first item we need to buy is the refined gold, which is faith. 那第一项神所提到我们可以向祂买的是火炼的金子。 Yeah. And we go back to verse 18 again. Verse 18 says, I counsel you to buy from me gold refined by fire so that you may be rich. 那我们再读一次十八节。 那我们再读一次十八节。 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 Yeah. See, firstly, we shall buy refined gold from God so that we will be rich. 这里提到说我们向神买火炼的金子使我们富足。 Yeah. But the Lauditian church said, I am already rich. 但老底家教会却这么宣称,我已经富足了。 Yeah. But God said, you need to buy from me refined gold to make you rich. 但神却是说你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使你富足。 Yeah. It is because the riches God wanted us to acquire is not the kind of riches that we can see with our physical eyes. 因为最主要是神使我们要的富足是和我们自己想的富足是不一样的。 Yeah. See, the kind of riches that God is referring to is the riches before God. 那在这里神所提到的富足是在神里得到富足。 虽然老底家教会他们是富有的,他们是兴奋的,但是这只是人方面的。 当然能够富足的话也是从神而来的祝福。 但是你要知道,当你死的时候,你一分一毛都拿不到。 但是你要知道,当你死的时候,你一分一毛都拿不到。 虽然你在这个世界可以变成非常的富有,但是你在神的面前却不难。 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富有,在神面前也很富足的话,那不是很好吗? 这样子我们可以两边都得到富足。 那如果我们想凭主火炼的金子而富足的话,那我们势必要付些代价。 那我们来探讨一下火炼的金子是什么。 让我们翻开彼得前书一章。 第一章第七节。 七,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跟贤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And here tells us that the tested faith is more precious than earthly gold. 这个金节提到说,信心如果能够被测试的话,将会比那被火试验显得更宝贵。 When faith is tested by fire, it is as if gold is being refined by fire. 那就像是我们的信心被试验,就像火试验的金子,我们的信心也被试验。 Yes, all the impurities have been burned away. 那里面的杂质将被烧尽。 那将这杂质除尽之后呢,这才是真正的信心。 这不是表面的而已。 或者像老底家的信心一样温水一般。 那如果想要从神得到这样被试验的信心的话,我们势必要从神那里买。 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信心才会增长。 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 那其实这跟我们的价值观相关。 那它会影响到我们信仰方面所做的决定。 那你可能会说,我没有这样子的价值观。 那这么说好了,其实你所做的决定,其实就是反映出你的价值观。 那我们的价值观呢,其实包含两方面。 那我们的价值观呢,其实包含两方面。 一个是世上的,另外一个就是和灵命生活相互的。 属灵的。 属灵方面相互的。 在这里提到说,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短暂的。 但我们看不见的却是长久的。 那你当然可以想象,长久的事情当然比短暂的更来有价值。 那如果你想要转变你从这世上的价值观到变为属灵方面的价值观的话,那是需要很多的信仰。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么多信仰的话,你可以从神那里而买。 但是你必须要注意一件事情。 那在我们信主之前,那你可能有很多的梦想想要追求。 但你信主之后呢,那些梦想可能还是伴随着你。 但你信主之后呢,那些梦想可能还是伴随着你。 那你可能会想和主耶稣问说,可不可以帮我实现我的梦想。 但很抱歉,要告知你是不是这么样做的。 那就世界上来说的话,身为父亲,你可能对你的孩子有一些期望。 同样的,我们天上的父亲也对我们这些也有同样的期待。 同样的我们天上的父亲也对我们这些也有同样的期待。 那我们这在世上的父亲呢,他对他们的孩子呢,也是有所期望。 但是这些期望是建构在这世上的价值观。 但是我们天上父对我们的期望却是属灵的。 举个例来说,我们主耶稣会对我们这么说。 你必须先追求祂的国和祂的公义,其他所有的都将加出给你。 这就是我所谓的属灵。 但是如果你的世上的价值观来衡量的话,它会告诉你,你的工作会来得重要。 这个世上的价值观会告诉你,找一个工作好,钱多的。 找一个工作能够让你富有。 但是如果根据我们的属灵价值观来判断的话。 如果这个工作可以让你追求神的国还有祂的义的话,这是一个好的工作。 那所以你可以从这中可以看得出这个对于工作有两个不同的看法。 那如果你能够勤奋地为神的国还有祂的公义来工作的话,这个其他所有的事情将给予你。 即便是你不幸地失去你的工作,神也会安排另一份工作给你。 为什么神要这么做? 因为其实我们在世上生活不只是在乎工作而已。 我们在这世上工作其实是要勤奋地为神的国和神的公义来。 这个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在求职务, 所以我们可以想说,当一个人来寻找工作的时候, 当一个人在求职务之后, 所以当这个人为这个工作所做的一些决定, 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所做的决定是根据这世上的价值观, 还是属灵方面的价值观。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在信仰方面富有。 当我们有信仰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最富有的。 让我们翻开雅各书第五章第二节。 雅各书五章二节。 对不起,是二章五节。 二章五节。 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 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 叫他们在信上富足, 并承受他所应取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 从这经节我们看到说, 神拣选世上的贫穷人。 使他们在信上富足。 这个贫穷是指这个心境上的贫穷。 因为神不会不公平。 神对每一位都是公平对待。 神会拣选那些贫穷的人。 让他们在信仰上能够得到富足。 让他们在信仰上能够得到富足。 我们都听过这个有关富有年少人的故事。 第一,这人是富有的。 第二,他是一个审判官。 第三,他是年轻。 他是一位优秀的年轻人, 他想要寻找永生, 他就来到主面前。 那在他们的对话最后, 主耶稣对这年轻富有的人说了什么呢? 去变卖你的资产, 把那些资产捐献给贫穷的人, 然后来追随我。 那么你就会因此在天上富有。 但是这年少的富有人却悲伤地离开。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足够的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如果他是富有信心的话, 那他就可能可以跟随主耶稣。 但因为他没有信心, 所以他才无法跟随主耶稣。 因为他无法跟随主耶稣, 也因此他无法得到永生。 同时他也失去他在天国上的财富。 但如果他能跟随主耶稣, 这年少的富有, 也会在天上富有。 但相反来说, 如果他能够跟随主耶稣的话, 他在天国将是富有的。 所以问题是, 我们为什么需要买着火链的金纸呢? 因为通过这个信心, 因为通过这个信心, 我们能够富有。 因为通过这个信心, 我们可能不算是富有的富有, 但我们可以学习从他的错误。 我们可能无法像这位年少富有的审判官一样优秀, 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学习。 圣经上提到说, 你能够给予, 会比接受来得更有祝福。 不管你是接受者或给予者, 你两位其实都是备受祝福。 但是呢, 如果你是给予者的话, 其实你的祝福将会更多。 那打个比方来说的话, 你是那位接受者。 你来教会, 同龄问你最近健康如何。 那同龄可能会对你的健康感到顾虑。 也可能因为你健康的状态, 为你祷告。 其实这就是很棒的祝福。 因为同龄这样的关心, 你会觉得你是得到大大的安慰。 温暖, 感到教会的温暖。 将会使你想要常常来教会。 因为这样的温暖, 你会想要来教会, 不管是早上或下午, 都想来聚会。 这会使教会像家一般。 但如果你想要再更进一步的话, 那我从接受方变成证语方。 我来教会关心关怀别人。 来为他人祷告, 为他人关心他人。 因为你的给予, 你将得到比接受方更大的祝福。 但是问题是, 你有没有这份信心, 来相信你所做的。 如果我相信, 那我会做的。 你是因为相信, 你才会做你要做的。 如果你能够如此行的话, 你在神的眼中是富足的。 让我们再看一个章节。 让我们翻开哥林多后书。 第八章第二节。 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 第九节。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祂本来富足,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祂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 耶稣基督的贫穷。 我们知道, 从主耶稣来的恩惠。 当祂在天国的时候, 祂是富有的。 为了救赎我们, 祂来到的世界成为一个贫困的人。 耶稣基督说, 因为祂的贫穷, 在这里提到说, 因为祂的贫穷使我们富足。 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够富有。 我们要如何变成富足呢? 因为我们要相信主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 如果能够征照主耶稣所做的每一句话而行的话, 我们将大大的备受祝福。 我们也会成为富有。 让我们再翻开哥林多后书九章六节。 所以相对来说, 当我们接受的时候, 我们也要学着能够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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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少重的少收 多重的多收 这话是真的 七 个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 不要做难 不要勉强 因为捐的热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八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 多多的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 能多行各样善事 在这里提到我们不仅要做善事 而且要大大方方地做善事 因为如果能够行各样的善事的话 我们将得到主耶稣大大的恩惠 如果神能使我们富有的话 我们将更具备 更有能力能够给予他人 那这就是地上的祝福 那我们再读第九节的第二 后面的一段 它这里提到说 祂的人意纯到永远 那这就是从天而来的祝福 那我们所做的也将被神所记载的 这样行的话 我们不管在天在地 都将得到祝福 就是富有 那第二个我们需要买的东西是 它是白衣 Let's go to chapter 3 verse 18 The second item is in verse 18 Revelation chapter 3 verse 18 那我们翻开启示录的三章十八节 The second item we need to buy is the white garment so that you may be clothed yourself and the shame of your wickedness may not be seen 三章十八节这里提到说 我们要又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耻 不能录出来 and now can we recall when the first nakedness of mankind was recorded 那在人类的历史上呢 我们记不记得第一次的 所谓赤身的事件是什么时候 of course it was recorded in the garden of Eden 那当然这是记载在伊甸园发生的 when Adam and Eve aed the fruit of knowledge and good and evil 那是发生在当亚当夏娃 吃了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实的时候 in the eyes of God they have sin 神的眼中 他们所行的是犯罪的 sin is shame and so they did not meet God face to face 因为他们有罪 又有羞耻 所以他们无法 和神面对面 so they made covering for themselves with fixed trees but that didn't work 因此他们就用 无花果树叶 来遮盖他们的赤身 但这不行的 and then God 用动物的皮呢 来遮他们的身 made for Adam and Eve to cover their shame 那这些动物的皮呢 是用来遮羞的 see God is righteous and we are sinful 神是有公义的 and so how can we come before God in this sinful state 那我们该如何在这种羞耻状态 来面对神呢 and so the only way we is that we must put on this white garment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 要穿上着白衣 so this white garment will let us be righteous before God 能够穿上着白衣的话 使我们能够公义向神 so where can we get this white garment 我们该如何来买 拿到这白衣呢 this white garment is actually from the grace of God given to us at the time of our water baptism 那的白衣呢 是神的恩典 在我们受洗的时候得到的 and then we are reconciled with God at that very moment 那我们就在那个时间呢 和神和好 让我们再看另外一块 记载白衣的经节 让我们翻开启示录 十九章七到八节 Revelation chapter 19 verse 7 and 8 启示录十九章七到八节 Let us be glad rejoice and give him glory for the marriage of the Lamb has come and his wife has made himself ready verse 8 8 And then to her it was granted to a ray in white linen clean and bright for their fine linen is the righteous act of the saint 七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羔羊昏去的时候 到了 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 八旧蒙恩 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And so the last part is very important The righteous act is of the saint 那这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When our Lord Jesus come again It is the marriage of the Lamb 那主耶稣再次来临的时候 也就是羔羊昏去的时刻 Who can come to attend this land This wedding feast 那谁能够来参加这婚宴呢 Only those who wear fine linen clothes clean and bright 只有那些穿着光明 洁白细麻衣的人才可以 And what is this fine linen 然后这个细麻衣又是什么 这个洁白光明的细麻衣 他在下一节就解释到 这个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就是所谓我们今天的好行为 第一件的白衣是神的恩惠 As soon as you baptize You receive it 就是在你受洗的时候呢 你就得到了 And the second white garment is Actually To receive it We have to work diligently To earn it 那第二件白衣就是 我们需要勤奋地做工 我们才能得到 And it's not given to you free You have to buy it 这个不是平白得来的 你需要买这件白衣 And so you have to work Like I said God doesn't want our money He wants us to work diligently for it 就像我刚刚说的 神不需要我们的钱 但需要我们勤奋努力 来得到这白衣 It is true the help of the Holy Spirit That our life can be renewed daily 我们的生活可以更新 主要是靠着圣灵的帮助 So that in the eyes of God Everything we do Everything we say Our characters become right and just 所以因为这帮助 我们不管我们所说 所行的 可以成为公益 And this requires us to work diligently To earn this second white garment 要达到这样的境界的话 就需要我们能够 努力勤奋地来做工 And only then we can come to enjoy The wedding feast of the Lamb 只有这样子 我们才能够参加这羔羊的婚宴 And thirdly item And thirdly is that we need to The thing that we need to buy is The eye shelf For our eyes to be enlightened 第三件我们需要买的就是 这眼药 让我们的眼能够光明 And in verse 18 The third item says that And self to anoint your eyes So that you may see 在这个三章十八节提到 说 三章十八节 我们要买眼药 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So this tells us that we have trouble with our visionary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眼视野其实是不好的 We need to buy I self from God to cure our blindness 所以我们需要从神那里买眼药 来医治我们的盲 And this self will enlighten our eyes And this self will enlighten our eyes 那这眼药呢 会使我们的眼光明 And sometimes we may praise others And say oh you have good visionary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这样称赞人 哇你的眼光很好 And what is visionary 你的眼光是什么意思 Yeah see some people They just started working 那举个例来说 有一些人可能刚开始工作 Yeah they already can plan way ahead What to do after they retire 即便他们刚开始工作 但是他们已经想到 他们退休之后的生活 Yeah this is good visionary But it is not good enough And this is not far enough 雖然他们的想得很远 但是他们还是想得不够远 But who is able to plan But who is able to plan After plan for his life after death 那谁能够替这位 来安排他生命之后的计划呢 Yeah because after we die Everything becomes zero 因为当你死之后呢 其实有重新归于灵 So if our eyes is blind 如果你是眼瞎 We are pitiful because Because the things that we cannot see We don't mean it doesn't mean it doesn't exist We don't mean it doesn't exist 我们因此觉得很可怜是因为 所以虽然你看不到事物 但并不代表着事物不存在 Yeah because if you are blind The world still exists Regardless 即便你是眼瞎的 这世界还是在 Yeah if our eyes are enlightened So that we can see the spiritual realm 如果你的眼能够被使光明的话 那能够使我们的眼界更进步 Yeah if you cannot see the spiritual realm now 如果你现在看不到这个灵性生活的灵界的话 Yeah but one day you can see it 但有一天你终究将看到 那如果是因为看到才相信的话 那太迟了 但是如果你可以不看一个东西 就相信的话 我们就需要这个眼界来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就需要从神来买着眼药 那什么是这个眼药呢 那我们翻开以弗所书第一章 以弗所书一章16到18节 Do not cease to give thanks for God making mention of you in my prayers 17 17 That the God of our Lord Jesus the Father of Glory may give you the spirit of wisdom and reveal in the knowledge of him 18 18 这眼药其实就是指着圣灵 圣灵能够使我们的眼界光明 那透过神的话能够让我们的眼界进到属灵方面 这样就可以使我们能够了解它的珍贵性 那我们也同时能够了解到说 如果我们不能被救赎的话 我们将是多么的可怜 那如果我们有着光明的眼界的话 这将是非常重要 因为它可以使我们看到这个属灵方面 还有能够真正了解到这个生活方面真正的价值 这样子不只能够让我们认识神 也能够让我们认识自己 那神了解这个教会目前的状态 神也想要能够改进他们的弱点 所以神劝他们能够向他购买三样的事情 第一是火炼的精子 第二是白衣 第三是眼药 神要我们能够努力勤奋地为他做工 在主耶稣二次到领之前 我们不应该把他来的恩惠 视为理所当然 愿神能够建立我们的信仰 使我们的教会能够在温哥华兴盛 我们希望神的名能够因此而得到荣耀 愿所有的荣耀尊贵都给予神的名 阿们 让我们唱诗209首 209首